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繼續有Stanley Stanley 你好 大家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記得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要財財經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都在做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問想知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Stanley 我知道有電話在等待我們 讓我們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吳小姐 吳小姐 你好 早安 吳小姐 喂 聽到吳小姐 喂 喂 吳小姐 你好 早安 你好 聽到 早安 我是想問兩隻股票 好 我想問你388 和2628 是 有沒有貨在手 吳小姐 有沒有貨 想知道可以在什麼位置入貨 麻煩你 好 問問Stanley 388 港交數 和中國人壽 2628 兩隻都沒有貨在手 吳小姐 你覺得哪個價位可以入 先回答你2628 這隻不會想 我都猜到Stanley 會這樣說 想小姐 因為你可以說 無論跌市也好 升市也好 都不論到它 如果你有假設市場上升的話 你可不可以買中人壽 我覺得如果你反彈 不會反彈它 它永遠都是 彈就彈得不多 跌就跟足 整個勢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你說買一隻內險股 用來擺的 不是不行 但是我不會建議你選擇這一隻 這一隻其實是長期都 真的 表現很差的 不會選擇 小一點 真的差 不過說真的 平部這陣子也好 兩隻基本上都是 難險難遞 但論你薄的話 都是 減一隻基本面子 可能比較強一點 但是 留意一下 其實這一陣子 為什麼內險板 會這麼差 A股也真是一個比較大的拖累 A股有沒有機會有比較大的反彈 現在真是 我都見不到 見不到 希望在半年結之後 A股市場的氣氛可以好一點 因為 剛剛我們那次也提及到 如果大家股年比較長一點的話 這個半年結的因素 為什麼市場不是第一次 之前有一次 有一年我印象了更加厲害 但是沒有 這些市況 要麼你又等貨 要麼你又等貨 等過些浸的時間之後 希望市場又好一點 所以說買內險板塊 不會選中人壽 你主要是選一隻 港交所 其實看兩件事 港交所有時候都說很強調 看兩件情況 第一 就是看成交量的變化 加上市場的氣氛 現在成交量是OK的 不算是過千億 但是氣氛真的是差的 你看到港股氣氛是比較差的 這個可能對於它的表現有些影響 其次就是說 究竟之後的時間 到底多不多一些新的公司來上市 現在市場正在傳 有一間美團 美團這一隻 我覺得它的表現 那些雜資額就不是很小的了 另外應該還有一大集會來的 這些因素對港幣水油利 不過越來越翻譯 究竟這些因素反映了沒有 因為好像小米為例 小米現在都來集資的 但是你想想回頭 之前傳到說過千億的市值 很多東西 集資額都不會小的 但是現在的集資額的規模 其實是在縮緊的 反映又好像不容易 你看到暫時 從上市那一刻開始 我都說它不會在哪 即是老實 所以現在買不買呢 分駐就分駐 現在港交所為例 你分駐的話 先入一手 慢慢進入一些 因為現在的市況 你跟三文都 其實都有些分歧 可能我比較上 那個市況 可能你說後市方面 都還在省慎看得好一點點 但是三文都看得比較淡一點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可以的計劃 分駐去買 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幾天都保持強調 最重要大家都去看自己的資訊 我常說 其實可以的話 先去這幾天 真的 我寧願覺得 即是你一旦 去過半年建築 6月先 你可以說 今天就6月26日 26日 你剩下的交易日子 都是近日今天 有4個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部署的話 我覺得可以保持4、5的時間 現在到時 一邊看看市定沒有 二邊看看 究竟AQ914 三來 看完現在中美談判 就是談判 有沒有一些的結果 新消息 新進展 好的 謝謝Stanley 接著我們再聽到 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有何小姐在 何小姐 你好 何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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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了9、8日 13、18 何小姐 你是否放在手上 13、8 13、8 何小姐 不好意思 我想八卦一下 問問你 你是不是最近追貨的 不是 在之前買的 是 OK 中芯我自己一直都看法 有保留 為什麼 因為 可能我比較著重於 基本面的情況 如果純粹 純粹以炒作的話 是好炒的 因為大家現在有什麼 可能貿易戰也好 甚至乎 有什麼消息也好 什麼中國芯 全部都覺得是 內地方面可能會在這方面 快買加鞭 去追貨 扶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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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就是 即使你扶持也好 你說是否立刻可以追上 別人的技術 其實不會 中芯自己 有好有不好 中芯每一次公布業績之後 都會有些預測 可能有些展望 就是下一季的表現是怎樣 你看看之前預測的話 其實看今季 表現都預算了 不會有很多 都是差的 唯一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廠房的始終率 提升 這個是正面的 還有可能我們本身有些業務 我們說八吋晶圓 就是那些的價錢升上去 對它都有利 但是問題是 它的業務其實是兩範疇 做芯片 加上八吋晶圓 八吋晶圓的佔比應該不多 所以 都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只有華航半導體 升得那麼多 最主要是它全力做八吋晶圓 價格升的話 對它的幫助比較大 所以你說本身兩間公司要選 當然現在有些 有些事後好明 但是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選擇那一隻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現在這個位置都不考慮 至於現在怎樣部署化呢 因為說真的 都升到叫做 一陣子的時間 彈了一點上去 但都未到你買入價 還有這一隻 本身就是比較多一些 叫做一些筆水拿出來 所以它的股價會比較矯 沒錯 所以現在暫時 我想你拿了一段時間 你有貨的話 可以先拿著它 但是怎樣都好 暫時來說 現在大概可能10.5元 10.5元做止攝位 好 麻煩Stanley 建議何小姐 設10.5元做止攝位 沒錯 接著我們又聽聽林先生電話 林先生早晨 林先生早晨 我現在想想一下 安達那裏 現在這樣 安達 後低級的哪裏可以罵 安達 這個真是 我知道 這陣子的表現都差了一點 現在去吸它 你都很老實的 估值上它們不算便宜 還有印象中 那次那份GMT的報告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好像說一眾的體育品股 有些問題的那份 雖然他們的觀點 你可以說我不是很買的 你說那份官報告看完之後 我又不是很在意的 但是那次報告之後 他們的價錢都真的打不起 也反映了 視乎市場對於它們的看法 有些比較保留 還有可能要等到它們 下一份的業績出來之後 大家再看它們的業績 那個情況之後 可能再有些 新一些的想法都不出奇 所以現在就不需要這麼急去買它們 還有 因為我經常說的 世界杯其實不是炒這些 炒啤酒那些都還可以覺得痛 炒安達最多不痛 炒透用品 對 還有它們都沒有贊助求醫 所以變成現在可以的話 先等等 林先生 不要這麼急 不要這麼急 等多一會 接著我們聽一聽 劉小姐的電話 劉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 劉小姐你好 早晨 劉小姐你好 我想問她708 恒大金銷 我放了就沒有放 現在升得這麼厲害 那什麼位置入好呢 現在時刻去入 我想問什麼位置入好 還有 她又不知道她好得這麼膠關 有些消息的 你有沒有留意新聞的消息 她剛才說她小小而已 說她有塊地 不是啊 她有那個汽車能源 是呀 她入股 入股 FF 就是以前 簡約廷做了那些 氣氛 什麼 叫做法拉帝 是呀 法拉帝 那個資產 但是呢 又這麼說 因為這件 deal 你說是好還是不好呢 亦都兩體 因為按道理 其實公司的本身不是做 一塊這一塊的 這次用一個這麼大的資金去買 去收購 其實我又不覺得是一件 很特別是好的事 因為你的投資金碼 都不是小 但是也這麼說 我相信你說這一單 deal 即這單交易 背後有些其他的目的 其實現在雖然她入股 但是控股權或者投票權 都仍然在簡易亭那邊身上 但是問題是 如果假設她的業務 是不能達標的話 這個恆大健康 有機會是整間公司吃了 所以變了 其實你說她有這些 就是有背後一些的情況 不過 純粹你說這一單的消息 你說是不是真的 令她的股價值得升那麼多呢 我就不認同 因為說真的 你說法拉帝本身 她的業務 都仍然是 當然她要等錢花的 你說有錢 她想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些車出來 甚至乎好買呢 不知道 但是只不過 我自己覺得 這個消息 不值得升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本身沒有貨的話 不用考慮 等她回到去一些 可能你說去之前這個環 她的時間才再想 都未遲 所以現在不要急著 Stanley就不建議了 在現階段這個稅位 接著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李小姐在這裡 李小姐 早安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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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故事問題想問 想問 939 我沒有貨 是 我沒有貨 在甚麼位置 好買呢 好不好賣呢 甚麼位置呢 那個工行 我便有貨 但是我 需要不需要走呢 我還有少少賺 我五月四買的 要不需要走呢 不如這樣 走在甚麼位置 陳小姐 其實很簡單 因為李小姐 拿著工商銀行 又想買建行 其實你說 已經有些 我覺得有些重複了 你又想買建行 又想沽工商銀行 其實不如這樣想 你不要買建行 你不沽工商銀行 其實不如這樣想 你不要買建行 你不沽工商銀行 其實已經不變了 等於你的策略一樣 那就搞定了 你拿著這些貨 我先成功其變 好 謝謝Stanley 分析 我們跟Facebook朋友聊聊天 有位阿安 他就說 有沒有資金流入市場呢 Stanley 你又覺得 現在這個水位 是不是都看定些 剛才你都說過多幾天 才再考慮入市 這位朋友 你的資金 不是那是我 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你那麼厲害 但是你問我自己的話 你有沒有資金入市 今次早上我見不到 就是見到這個現象 但是有市現在定了 哎呀真是失敗 是 我覺得有時有時 現在是這麼有趣的 我都說 我都跟同事說 我又沒有很怕 我又想買東西 但是你現在的市現在跌 跌少了很多 跌少了很多 不過我試說 剛剛四百多 我想看看A股 是不是現在跌少了很多 我先裝一下 現在跌少了很多 因為現在跌了217段 28744點 我們剛才第一節 跟Simon做的時候 已經明顯跌幅收窄了 跌少了半 對 剛才我看上證跌30點 現在跌16 我看 A股一定回 港股馬上又好一點 所以其實我試 現在很有趣的 或者現在有些微妙 大家可以當作參考 我覺得現在是 雖然表面上看 是否戰影響很大 但是你說這件事 我始終覺得有得談的 還有如果以特朗普的玩法 你是跟全球 有點疑 是跟全球過不去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現在他做的事情 是做了一些所覺的政策 就是將自己好像 你看他又說起衛牆 那些 這些是一些形式上做的事情 但是你說現在可能 對外一些的物業方面 不斷做一些物業迫害 其實他原意是想 叫做 拿回一些主導權的 這個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 做出來的效果 是行不行 或者是好不好 有一點是不顧及其他人的感受 這件事 我想是一個 叫做國際的關係裏面的大忌 所以現在用一些威壓手段去做 其實你說最後成不成事 我覺得機會又真的不抵 不過銀魚掉了很多 先看看 是啊 算了吧 算了吧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但是變成現在 最關鍵的是說 究竟 即是 不是的戰線裡面開打 我自己保持一個 都是那個情況 就是我覺得不會的 但是 事實在看著A股的情況 只要A股那邊 一旦你說 可能那個叫 那個資金緊張 一旦叫做 鬆綁的話 那一下的反彈應該會挺不錯的 所以大家 沒有 都是那句 正公其變 我都是強調 就是說 有貨的拿著 你沒有理由現在去放火樹 除非你覺得市場真的沒有跌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反而主張就是 再加著 可能過這個星期的時間再加著 我都是抱著這個心態 其實 我都會抱著這個心態 Stanley 我都等多幾天 除非你覺得市場真的沒有跌完 還有你覺得美國佬 就是在美國那邊 真的會再玩東西 不能夠說 但是現在 我覺得它似乎有些東西 玩大了 因為 如果你假設特朗普 再這樣搞的話 收不到科 你美國一旦再跌得厲害 你連最後自己可以吹去的東西都沒有了 你現在不斷吹自己 美國經濟可以任何時間 現在一、兩年的時間 美股強 經濟好 但是經濟開始有少少轉移 你見它昨天 上個星期 有數據就是它的樓市數據 樓市數據掉了 現在樓價跌下去 好像近一年 過去一年來講 是一些低位來的 好像二十多個方面 而且市況差 我想它這一下 有些估不到 所以為什麼昨天突然之間 到今天收市之前 它那邊馬上有人出來說 這個措施大家的事件反而過大了 我覺得是想令市場更安定 所以就沒有了 看看局勢發展 但是我覺得又不需要 這麼害怕的 好 謝謝Stanley你的分析 還有解答了這麼多朋友的問題 這一節就暫時跟你談到這裏 都跟你申報了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分 你有沒有持有呢 有騰訊 謝謝Stanley 我們待會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待會再見